今天要帶領大家來開箱這個二代的Apple Wallet 那一代跟二代最大的區別其實就在於 它二代會有一個感應晶片NFC的晶片 所以你這個卡包離開你的機身幾分鐘過後呢 它就會提示你說你的卡包掉在哪個位置 假如你有開衛星定位的話它就跟你講說掉在哪一個位置 那你就可以比較容易的找回來 一代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但是它這個不是像它的AirTag那種藍牙的技術的功能 以至於呢就算走到它附近你也沒辦法看到它確實在哪一個區域 離你多遠你沒辦法你只能知道在哪個大概哪個地址的附近喔 所以其實還是蠻麻煩的 你其實掉的話不一定真的能夠確實的找到 可能它寫是一個地址 那那個地址一整條路很長的話其實你還蠻難找到它的 不過呢只要有其他人撿到的話 他把它黏到它的手機上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這個不是你的Wallet 不是的時候你可以在你的Find My iPhone裡面呢 就可以調整說這個卡包遺失了 然後呢就會Send這個訊息 給撿到這個卡包的人 它只要一黏上去它手機以後呢 它的手機上就會顯示說 這個Wallet是屬於誰的 然後聯繫電話是什麼 它就可以聯繫你 OK假如它不聯繫你的話 它這個卡包是完全不能用 而且它只要放在它手機上 它隨時定位在哪裡 你都可以找得到它 除非它關掉定位系統 那除非就是它永遠不開定位系統 那你就有找不到它 所以基本上它簡單的話它不能用 因為它易用就會被你知道它在哪裡 那講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好了 其實我不是喜歡拿大錢包的人 所以這是我的一般用的錢包 就要小小一個 因為呢我不是一個喜歡出門帶太多東西的人 其實我就是手機 然後錢包 然後頂多有時候一個太陽眼鏡 其實我不喜歡帶包包啦 除非真的要帶器材的時候 我才會帶包包 那這個是我的護照包 而我使用率還蠻高的 因為呢 我每年呢 基本上回台灣一次嘛 就要用護照 然後呢可能出其他國家 我暑假 聖誕假期 復活節假期可能都會出國玩 那就都需要用到護照 然後呢我在澳門有些證件是用護照去辦理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要帶著護照出門 所以呢 護照的使用率真的還蠻高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護照包 然後來放卡 放錢來使用 所以呢 我的使用率會比這個錢包來的高一點點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卡包呢 因為前前我的XS化一定要用了很久 然後它螢幕有幾個位置 觸控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trade in換了一個iPhone 13 那時候我沒有Pro 所以我就換了13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順便買這個卡包好了 又剛好出二代 我本來想說我可以放一些交通卡 還有我們電梯的門禁 因為我家這邊管理是比較嚴一點 所以呢 進電梯要刷卡的 那我想說 欸 放一些這種卡的話 那我可以進電梯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刷一下 然後 坐公車啊 或一些交通卡 停車場的時候 可以直接刷交通卡 刷就不用 還要從錢包裡拿出來 很像還蠻麻煩的 就站在手機後面直接刷 但是呢我太天真了 由於它呢有一個繁池的功能 還有繁盜的功能 所以呢 它的卡片呢 你放在裡面的時候 你是刷都刷不了的 你要把卡片拿出來推出來 這樣才刷得了 所以我買了以後才知道 雖然我家的電梯因為住戶很少 所以保安 認識每一個住戶 他都知道你是住哪個樓身 90%的時間 他都會來幫你刷卡按電梯 但是就是有那10% 有時候他們在買的時候 我需要自己刷卡 那我假如卡放在這個錢包裡 我就拿從另外邊拿出錢包來刷一下 其實不是很麻煩 但是總是放在手機會方便一點 尤其現在呢 澳門有這個健康碼嘛 還有很多地方都會要出示這個健康碼 一個二維碼 那出示健康碼的時候呢 你要拿著手機的 那假如我出示完健康碼 我順便後面滑一下 推出一張交通卡 刷一下公車 是不是很方便 或者進停車場 給那些管理員看完健康碼 滑一下 拿抽出來 刷一下 或者公司打卡 啪一下 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嘛 但是呢 其實這樣子多一個動作 我跟我把那卡放在這錢包裡面 我有分開放 一張放這邊 一張放這邊 所以其實我只要湊出錢包 這樣逼一下 其實也都蠻方便的 其實對我來講 並沒有方便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只是覺得有一點點的方便 但是呢 我老婆用了幾天以後呢 他覺得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呢 他的公司需要 進出都需要刷門禁卡 然後呢 他也比較常坐公車 所以他常常要刷這個交通卡 然後呢 女生嘛 都會帶包包 錢包卡包都放在包包裡面 OK 所以呢 這樣假如女生要從 每次從包包裡面拿卡包出來 這樣慢慢推出卡刷 其實是蠻浪費時間的 OK 不像我男生 就這個塞在口袋 一刷一下 拿出來就逼就好了 所以呢 他就覺得很方便 他拿手機 給公車司機看完健康碼 要他刷一下 就可以刷 或他進公司的時候 給管理員看一下健康碼 然後在後面順勢拿一下 刷一下 其實就很方便 所以呢 不同的人 會有覺得他不同的優缺點 假如是一個喜歡帶很多東西 很多卡片在身上 你會覺得他超級爛 因為他只能裝三張卡 OK 那假如你是想跟我一樣 就是喜歡那種簡便 簡簡單單出門的話 沒帶什麼卡片的話呢 你會覺得還OK 尤其澳門呢 偷渡客很多 所以常你會見到警察在路邊 做這個領檢查證件 假如你沒有證件 他有權利帶你回警察局 慢慢的查 OK 那出門就一定要帶著證件嘛 那假如你說 我帶個身份證放在這個裡面 跟在銀行卡 算是銀行卡 也不怎麼需要用 一個交通卡囉 那我可能進騎車場的時候 滑出來刷一下 還蠻發便的 然後遇到警察之後 給他看一下身份證 駕照 都還蠻方便的有沒有 那假如你是喜歡 把所有卡帶在身上 你就會覺得 哇 才放三張卡 然後又要拿下來 你就覺得很麻煩了 OK 所以其實 要看你的使用需求 還有你的生活習慣啦 那 講一下他這個的設計好了 他其實設計喔 我覺得沒什麼設計可言 但是呢 他的做工算是很精細的 你會發現他在這個上部這邊呢 他是有做一個加固的 縫了兩層線 下面是縫一層線 然後呢 我看一些製 皮件的說 他這個 旁邊條啊 他是用了 還有用的一個這個叫做 像抹油嗎 抹了一個邊油的設計 這個是比較高級的皮件 會這樣做 OK 比較普通的皮件 他就是直接封起來 然後磨平他 或者直接內折臉 封就好了 就不用再做另外處理 因為他散這個油的話 他散得好 還要等他乾 然後這個油的好壞 也關係到他的耐用度 他是說使用天然的皮啊 那他的皮的等級 其實我對皮件沒什麼研究 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好 那再講一下他這個東西 我發現了Bug好了 他就是呢 我先在我的手機裡板定以後呢 他會出現在我的 Find My iPhone的帳號裡面 屬於我的 然後後來呢 我解除我這邊以後呢 登記在我的老婆的手機下以後呢 過了幾天他使用完以後 我要再登錄回來我的時候呢 一樣都可以順利從我老婆那邊解除 然後回來我的手機以後呢 一樣也登錄好了 他也設定好了 但是呢 他都沒有出現在我的帳號下面 他還是顯示在我老婆的帳號下面 而我老婆的手機呢 還是顯示這個wallet 在我的帳號下面 那現在就有個問題了 我無法解除 在我的帳號上 我無法解除 我老婆那邊也沒辦法解除 因為互相都是顯示在對方的帳號上面 所以變成我現在也不能再解除 轉讓給他了 這個問題有點麻煩 所以我還要找時間去Apple Store 去看一下這個Bug 倒是為什麼 會明明顯示是我的 但是呢 卻不在我的帳號裡面 卻是在我老婆的那邊 所以變得很麻煩 我現在這個卡包只能我自己用 呵呵呵呵呵呵 OK這個是他一個小小的Bug 嗯 希望能夠快點解決這個問題 好了他這個需要用MagSafe的手機套才能吸得了喔 假如不是MagSafe的話你會吸不了 我之前不知道我就買了一個普通的手機殼發現吸不了 然後我又買一個MagSafe 但是我發現了其實直接吸 吸力還更強 也不用怕掉 很多人說什麼黏著然後放進口袋裡會掉 其實我在使用上我沒有掉過 他真的還蠻緊的 真的要用力滑 你要這樣子拿還不是很好拿 再拿不是很好拿 你要推再拿出來 再滑再拿出來 會好拿一點 OK 那假如你真的怕手機刮傷的話 其實你要就裝個手機殼也可以 但吸力會弱了一點點點點點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卡包的一點小小的認識 一點小小的心得 如果是你喜歡跟我一樣喜歡帶一些很少的東西出門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去看看 那假如呢 你覺得你就喜歡出門帶一個包包啊 然後有各種卡都帶在身上的人的話 其實我不太建議你買這個